各位市長 大家好 午安 請問家庭可以到紀念中嗎? 好 為什麼可以拿到口罩好嗎?不好意思 各位小小 各位午安 很容易有這個機會可以跟各位來分享 過去這兩年我們在做遠距教學的時候的一些經驗 我今天大約有三個部分跟各位分享 第一個就請各位先聽我講一段我自己的故事 第二個部分會有一些在實際製作過程當中的一些經驗 是屬於技巧性的東西跟各位市長報告 然後最後做一個簡單的小結 當江陵找我問我能不能分享的時候 一方面是覺得有點惶恐 因為我也是做了沒有幾年 但一方面又覺得我應該有點資格 因為其實嚴格來說 我跟絕大多數的市長一樣 也是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開始做遠距教學 這好像是我們比較普遍的常態 做了之後就發現一件事 那個一開始是因為在1080年度 就是2020年的上半年度 因為我們知道當時COVID-19開始爆發了 結果我們有很多的路深他們回不來 所以我們全輪中心這邊就說 對阿咪 不是平常都有在摸網路嗎 你來試試看遠距教學就好了 可是雖然平常我都有在網路上掛著 因為據說在那個D卡上 我的評價是宅男 對就是玩掉了 我都要看很多的 所以我都跟他說沒有了 我不是啦 我是想要看動畫而已 可是我當時雖然說對網路算比較熟一點 可是要做到網路開課也沒有這麼簡單 就硬著頭一開始慢慢嘗試去做 遠距教學的一些內容 做完之後發現一件事 就是遠距教學 其實跟20年來沒有換過的電話號碼是一樣的 它本質上是沒有改變的 因為它都是在執行我們的教學工作的內容 當我們開始做遠距教學之後 我是以Trump Class當作是我的基地 因為我們就配Trump Class 其實很好用 可是用著用著呢 我那個時候特別做一些事 我用WeChair開了一個帳號 我用WeChair開了一個群組 我請同學們自己加入我的群組當中 請他們到Trump Class看影片 然後看著看著同學就跟我說 老師我沒有辦法 因為要翻牆有點困難 而且有些地方他們用網路上的傳輸速度的困難問題 結果這個時候我就搖身一遍 我就去Bilibili站開了我的個人帳號 從此我就從youtuber 從遠距教學變成up組 那個up組是B 這個B站是Bilibili 然後那個up組是在B站上面 定期會更新視頻的那些人 叫做up組 然後我突然間 我變up組了 這個以前剛剛沒有想過 就會變成這樣一個人 然後我就錄了相當多影片 最早開始先跟各位解釋一下 這個一開始的時候 是我想說用PVT 對,一開始不是這樣錄 就是我拿我的手機 真的就是用我的手機 直接錄 直接用我的手機做錄影 沒有任何比較高端的設備 都沒有 所以手機直接錄 錄完就上傳到B站 結果錄一錄之後 同學跟我說 看到底是很開心 可是看不到PPT 因為要切換有點麻煩 所以後來就這種乖乖的 變成用這個方式 其實這個方式 對我來說反而是 對我們來說 反而是最容易 而且是最簡單的方法 後來我們慢慢往下做 之後發現一些事情 其實一開始會越做越心慌 又是聽又是密 然後我明明就有Line 有FB 然後有那麼多東西 我幹嘛一定要 好像要用某一些器材或設備一樣 另外一方面 當時會想到一個問題 我的麥克風到底會不OK 我要去買個網美燈 我要拍影片 我幫我化妝一下 我長得這個詭格性 會不會嚇到同學 這樣好像不太好 尤其是當我們在網路上 開始去找那些 相關的文章的時候 會看起來很可怕 就弄好半天 很多人開始講 你不知道的 Google meeting 十大隱藏功能 每個人都好像 有自己的盲門絕活一樣 越看越心慌 弄到後半段 開始越來越慌慌 我停下來想個問題 我到底是誰 我不是科技業者 我的本職是老師 我真的應該做我工作是教學 應該是透過我所能用的方法 將知識傳授給我的同學 我能夠引導他們 去對於知識 遊手學習 所以當我開始認真 停下來想見性之後 我想好 我們應該是先把我的教案 我的教學計畫 都先理清了 弄清楚我自己的身份後 再去思考我應該要做什麼 這樣子反而會容易一些 結果在這樣一個因緣機會下 2020年的年末 就很榮幸 教報中心叫來跟我說 有沒有興趣來做做看大一先修課程 就做大一先修課程 那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感覺 因為之前我在做忍者的時候 是用最低配 就是一個手機 或者是我的電腦加支耳麥 再用PPT就可以搞定一切 我們在做大一先修的時候 突然間感覺完全不一樣 重新寫計畫 重新去推算每一個影片它的時長 然後重新學習怎麼去做內容 接下來我們就發現有時候 很多教案其實我們的教案 本來設計好的沒有太大改變 當然有些活動都要調整 但是教案本身是不太需要做巨大改變的 然後又有教法中心的權力支持 排時間固定的進行錄影 修改PPT 不斷討論我們可以怎麼做 然後做後製誌之類的 接下來就做完了大一先修的課程 做完之後開始自己反省 就覺得遠距離教學不是說 我要去重新開一個全新的課 所以我真的要開新課了 否則如果以我現有的資訊 我是重新梳理我的教學內容 重新整理我的教學的 不管是講義我的教材 設計我的教學活動 然後大部分的教學是相同的 只是差別在於有一些例證我要更換 有一些方法 本來是課堂實體的團體作業 我要怎麼樣把它拆散變成 讓同學們可以在私下完成的 或者是他們在課堂當中透過線上的工作 可以完成的 那我等一下也會跟各位分享 我們通常做哪些東西 想到現在 我覺得我們會容易 但是現在有幾個層面 例如我沒有做過遠距離教學 我會去的場怎麼辦 或者學生不理我 或我沒反應怎麼辦 沒有器材怎麼辦 那器材很貴吧 我沒有經費怎麼辦 還有會不會我買個 例如說我買個網美燈 我買個麥克風 用一次就不再用了 會不會有這種可能性 那投資那麼多費用更新就浪費了 其實嚴格來說真的不會 因為遠距離教學跟實體教學 它的本質上是相同的 它完全不一樣 因為學生都沒有在聽 沒有 不是啦 開玩笑的 不是啦 不是啦 開玩笑的都行 是這樣子 因為有人真的跑來問我說 你看那個遠距離 有沒有可能你那個 你不叫學去又非同不看嗎 會不會看到後面 他們根本沒有在聽啊 我後來就只能講 我跟我的朋友就分享說 如果他到教室裡面 他心不在這邊 其實是一樣的 是一模一樣的事情 另外一方面 同學們很多時候 他其實不會真的看那個影片 他是聽那個影片 跟播客的狀況很類似 那就會影響到我們後面 再製作上一些狀況 那麼教學工作如果沒有變 他只是換一個媒介的話 我們就可以重新梳理我們的課程之後 比較快速的就能夠上手 那麼遠距離教學 像剛剛王小星分享的這個趨勢 但在學理方面 其實有很多 與遠距離教學有關的學歷 像我最近又發現到 有一個英國的教育社會學家 叫做巴西爾·伯利斯特 他關於知識垂直水平論述的理論基礎 就可以拿來支持我們遠距離教學的作用 但是雖然我們講說以後很好玩 覺得很可愛 而且他有很多好處 我也不會演的 從實體轉換到遠距 絕對不是一白風順的 那麼我在製作的過程當中 一開始第一個面對的問題就是 我要調整我的教案 我本來比如說我的哲學概論 我的課程大部分的教案 是為了因應現場去進行的 可是現在到了線上 就不可能再做一些我可以要求的東西 舉例來說 一個尋找業配文 這是我的一個課程活動 叫做尋找業配文 它是將懷疑主義的理論時間 用在生活當中 然後叫同學去指引網站上的相關資料 本來以前的習慣是 例如說我的課是晚上的第一節第二節 同學們我們今天上課就是從五點半開始 請小組去吃晚餐 吃完晚餐要完成我指引的報告內容之後 七點鐘要在教室集合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相關的內容 來看懷疑主義會怎麼看待這些東西 那現在不太可能叫他們去做 可是像這個活動就可以從團體變成個人 而且當時在疫情期間這個活動可以照樣進行 因為你有個東西多富天島 可以叫他送到你家來 這是沒有問題的 另外一方面像關鍵時刻 關鍵時刻就是東森的關鍵時刻 那是我上課教材之一 我叫同學去看關鍵時刻的內容 然後回答我的一些相關問題 像這個東西 它的範圍就會開始改變 本來以前是全來要討論 那是因為變成個人的 所以如果有同學會說 老師我就是要看政治相關的議題不行嗎 可以 反正三十種對我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了 總而言之 其實有些東西可以解想數不用看它改變 但實務操作方面 卻要做一些調整 進入到我們的攝影棚看錄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發現一件事 很多的影片其實比我們想的 還要更簡單一些 例如說最低的低配 低到一個很可怕的低路就是 有筆電有PPT有麥克風就可以搞定影片 就這樣用PPT的錄影就可以 那同學其實也有什麼太大的意見 因為他們還會反而問你說 老師那我可以用倍速快速踢過去就好嗎 認真說我的那個行上學 有一個學生跟我說 老師你剛聽的我其實每次都是睡前踢到行上學 他只好都是我的失眠的問題 好吧這也不是壞事 那麼如果說是申請進紅正式錄影片的話 真的可以跟我們交發中心討論 我覺得我們正式進紅錄影 雖然以前有在全文中心錄過 那個十個主題的簡單單元 有錄過大學入門 優質領導力相關的影片 但這次進來的這個感覺又更不一樣 就是一個團隊加後面撒破 那個感覺是非常棒的 總而言之 如果教案跟課程設計沒有想清楚 其實不管是用什麼方法 大家都會有問題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就開始做了 像我們做了79支影片 解釋一個概念 為什麼觀看數只有五百六四次 這是Trump Class的一個很特殊的設定 因為我在防呆機制上 為了要求同學 我要確定你有看完 通常我會要求你 你要在Trump Class上看完 他要跑完到Trump Class的制度紀錄 你有沒有看完的這個部分 通常我的高同會說 我知道你們會想跳到YouTube看 不要 麻煩你在Trump Class看完 這樣我才能夠注意到觀看紀錄的相關問題 所以那個次數這麼少是這樣子的 然後我們錄了79支影片 這個影片超級好用 我會解釋為什麼很好用 然後我們進棚攝影 這個是我的學生 然後我們那時候是在錄中教哲學單元 他是我的一位學生 他是創駕學會的一個 他在創駕學會 創駕學會裡面有他的一個位子 他就來參加我們這個活動 那全部都弄完之後 我們很好玩 當時大一行修還拍了一個很可愛的影片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影片的內容 我覺得蠻可愛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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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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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80位学生 当时两位TA在同步教学的时候 变得很有趣 当我们看受惑之后 就开始考虑到是同步好还是非同步好 其实它对系统是有要求的 在国外有些学者现在讨论 同步教学是有正义的教育方式 当然他们有他们的背景论述 这个东西是另外一件事情 可是如果要同步教学的话 TA要够力 这个是被采通的教训 就是我们的设定上出了问题 所以我们在大一先修课的第一节课 信箱可以突然先疯狂涌入 老师我登陆不了什么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诸多的问题 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我们TA 身体上出了一个小状况 但是不论如何 如果我们前面先准备好了 想清楚准备好了 后面大概就会比较容易 所以到了 就想我责该都做到远距教学了 那干脆人生哲学来试试看好了 就跑去申请了远距教学 才突然发现 虽然人哲是我们学校的校定核心必修课 可是我的远距人哲是第一门 有去申请远距的人生哲学 会变得很有趣 后来发现 相同实体的厂约课 在相不容易进行 要在做挑战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 就是在国外叫做 Hybrid e-service learning 的一个东西 我把它变成 这个学研也把它买来再使用的 其实严格来说 转换成线上 会有很多的不同的资源可以用 像这个是人与他人 人生哲学人与他人 然后我们那次讨论的是电生难题 根本讲国外的电生难题 比我们想的还要更夸张的 我们想到电生难题 就要不要推下去 国外的电生难题 已经想到第一步 例如说 莫比乌斯电车难题 如果那个电车到了一整天 后来都还是那台电车 后来都有各种非常神奇的东西 其实可以有很多方法去讨论 另外一方面 我目前已经完成 就忍着用第一配版 已经完成了33支影片 这学生还在继续产出当中 那这些东西 其实用一次都可以一路用下去 我在设计这些影片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 我的影片本身不要有实事 它很纯理论 那这样的话 我明年录这些影片 通通可以继续往下使用 这是我在设计的时候的一个基本概念 到了现在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到 我们有这些可以使用的地方 哲学概论 我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低配版 后来反正已经用叫发起注录制 我就把低配版收了起来了 感觉像黑历史一样 远距教学属修 大一线修 全部都用过 而且用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影片就固定时间去做行政工作 那人生哲学因为自行录制 所以只有用在远距教学的 安心就学方案 还有进修部的课程 接下去有没有可能可以做到 就是叫发录制的这个部分 那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也许是可以试试看的 到我做到这边之后 第二部分我就开始想了 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些地方却是比较辛苦的 例如说 当我要把实体教学 转换成远距教学的时候 要想象一下 如果是我的学生 他在听的过程中 大概会需要什么东西 我要避免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办法 在现场去跟学生 如果我不能在学生 现场跟学生 立刻产生互动的时候 我要怎么样去吸引到他的注意力 接下来 如果同步教学 他就变成自弹自强 对着萤幕 讲两个小时的话 有时候感觉非常的忧伤 就是没有任何回应 太忧伤了 而非同步教学 有可能会被两倍速怎么办 那多数我都会跟他恶搞 那个梗如果听得懂的话 同学都说难怪你是宅男 我都说如果没有红色 咱就会三倍速 没事 那是恶搞梗 再加上 其实真的最难 我先讲第五个 从录录制有时候很麻烦 我最高记录一张PPT 重录了八次 一直吃螺丝 不知道是什么 重录了八次 一直卡 一直卡 但其实我觉得最痛苦的一次 其实是第四点 课程跟作业要怎么去避免 同学在网路上抄袭 同学会有很多趣的想法 反正你这个远距 我在网路上找到版 就可以用了 然后我还要找到他从哪边抄的 然后他说那个网站哪里错了 我还要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其实看多了之后 大概就知道同学会抄的 大概就是Google前两页 那就没有了 对 然后如果发现到 如果改对到第10或第15分 有三个人有同复的答案 那应该就是网路抄的 可以回头再重新解释一次 但是在制作部分 有一些东西 却要不要注意点 第一个就是 我们学有Tron Class 我真的觉得Tron Class 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所以它真的很好用 我通常在同学都跟同学生说 我学生讲说 我学生用Tron Class 你那个开学第一次都告诉所有人 请你去把你Tron Class的信箱 改成你收得到信的信箱 不要那边跟我说 老师我收不到 你要养成每个礼拜固定上去看Tron Class的习惯 我有很多的要求跟规范 因为Tron Class 它有我有 它就可以避免那种 老师我没有Twitter 怎么办 这种问题 再过来一件事情 真的不要高估学生的网路能力 他们滑手机OK 用APP可能强一点 但是要做比较正规的工作 有的时候真的很惨 我去年 我在做Hybrid E Service Learning的时候 就提到铁板 因为我们后半段的线上是要做推广的 那我们一个礼拜前跟我说 我们不会 什么不会 就放上去了 国会放上去 什么叫不会放上去 搞老外面他们没搞懂 到底要怎么去做Marketing的东西 然后还要重新跟他们讲我要东西 大概Degel到什么程度而已 另外也请各位社长 不要低估自己的创意跟能力 我们是非常强悍的 防呆的必要 就把作业相牵在影片当中 你没有看完就不知道我要干嘛 这是最容易处理的方式 或者是有一些结合的东西 要找人业的网路教材 像我们忍哲 因为接下去有一个要生之生的活动 我们的指定看的作业 我挑的影片是 基本上没有什么中文资料的影片 但是有中文字幕的 那这样的话 学生就没有办法去网合乱抄袭 这一块件事很好玩 同学不太建议画质 他们其实现在连YouTube 很多都是打开来听而已 他也没有真的在看 所以录音的品质OK 对他们来说比画质更重要 大多数人跟我说 他们就是在画面那边听 当然我们可能会说放的听OK吗 是不OK 不过通常他们会有个习惯 弄到翻听到后翻那翻听不懂了 所以乖乖好多再重听一次 其实也制造了他们重复学习的一个好处 但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有优点的部分 例如我的课程准备就可以节省时间 然后我可以花比较多的钱去 关注学生的作业跟报告 跟他们回应讨论发生的问题 再过来只要设计好教案 我就一次性准备属我妹了 这些东西只要我设计好了 像我的仁则我大概三年内可以不用重复 那我就可以省时间 好好去发展我跟学生之间的活动 或者带领跟关切学生的一些反应 数位这个还有好处 避免成绩争议 这个学习我的远距教学 没有人来跟我炒分数 因为他们 因为我开学就讲了 所有数据就是这样一次摊开来 你多少说是多少 如果你觉得网站有错 你要矩阵让我知道 我相信你 可是我成绩送出去 如果我要改成绩的时候 远距课程我们会不认识你 他必须要看到数据 所以很多学生就乖乖的 就真的准备数据 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看数据怎么去调整 就没有任何争议 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优点 最后一个优点是让我们更年轻 就是接触网络中 是可以理解同学们的用力 因为老师们都觉得 老师们好像是课 都是那个老古板 没有 像我现在我有冰淇淋 我很喜欢冰淇淋 那个是现在最流行的梗之一 如果都有兴趣 可以去找现在我有冰淇淋 就是找到那个John Cena 那是一个美国好爱屋的一个明星 他讲的说 早上好我中国 他那个时候在推 速度与激情 不知道我不知道台湾怎么翻译 他一个电影的东西 这可以让我们跟同学之间更接近 所以最后的结局是这样子 邀请各位老师可以看到自己的可能性 我们其实是有无限可能的 很多朋友看到我这样都说 你现在是蓝钻本级了 对 因为蓝钻才这样子 但是其实很好玩 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发现自己其实有很多创意 有很多东西可以去想象的 举例来说 这个是我这学期在做的 混合式医化服务学习的内容 所以连服务学习都可以做混合式的 那个线上推广 我们会有一次五股的实力服务学习 带同学们去六狗 六狗的时候就有一些作业的要求 回来一个礼拜那要完成30的宣传影片 然后我就去年挑铁板了 今天我就知道 我告诉他们要怎么去做宣传的内容 然后用两座的时间 在他们的社群软体上面 尽量的去宣传 产出成果报告在我PS4的那个 Safe的作业的一个内容 那这样子的话 前半段我实体后半段有线上 万一 我当时的设计是这样子 万一疫情突然又大爆发的时候 没有关系 我前面的实体服务学习 可以立刻调整成我所需要的 服务学习的内容 那这样的话 我又可以做服务学习 然后呢 我的课程可以进行下去 我又不会因为疫情而遭到 就说哇 怎么办我没办法进行事情 这是我未来的挑战 希望可以做混合式医华服务学 甚至是 因为国外有做到一个extraining e-service learning 希望可以做到 这个是我未来给自己的挑战 发现自己的潜能 好 那我非常到这边 如果各位市长有任何指教或建议的话 也欢迎各位可以提供意见给我 非常感谢 谢谢